大半夜宜蘭結出巷子裡 突然三隻狗衝了出來 围著這台白色休旅車 不斷繞圈圈 其中這隻黑狗 對著輪胎旁的錢包選桿 就是一陣猛咬 仔細看黑狗一邊咬 一旁另一隻白狗 還站在旁邊圍觀 不停地咬尾巴 過了大約五分鐘咬夠了 才心滿意足離開現場 而車主的家人 聽到外面吵雜聲出門一看 簡直不敢置信 就是有人在搬東西 很吵的生命 看看這保險桿上方 密密麻麻好幾十個咬痕 但這保險桿厚度至少0.5公分 沒有想到看起來不起眼的一隻小狗 竟然能在車上 留下這麼深的咬痕 才剛買半年的愛車 竟然變成這副模樣 要維修至少也要花上好幾萬 讓車主好心疼 但像是這另外一種車損 也是讓車主看了傻眼 鄰居叫車車頭被放上一隻玩具慘叫機 等台車只要一接觸就會發出叫聲 會這麼做就是因為鄰居停車技術不佳 每次停車總是擦撞他的車尾 讓無奈的車主想出著另類妙招 要提醒鄰居不要再撞了 只是這種方式對方要是不買帳 也可以提告毀損 但不管是被狗咬還是被鄰居擦撞 想把愛車停在路邊 還能保持完整無傷 恐怕也只能自求多福 記者林醫生廖一致 宜蘭報導